中国女排从本届赛事小组赛开始 以五连胜的战绩闯入决赛 决赛迎战的是老对手日本队 上两届比赛 中国青年女排都是在决赛中不敌日本队 无缘登顶 比赛一开始 两队就展开激烈的争夺 中国队队长王英迪的扣球大震士气 之后日本队凭借顽强的防守和小球串联 以25比23先胜一局 第二局中国女排加强发球威胁性和篮网 以25比21扳回一局 第三局第四局双方各胜一局 将比赛拖入五局大战 最终在全场观众的助威声中 中国女排以15比10的比分赢得胜利 我们这次比赛收获很多 因为我们是自己一点一点打出来的 包括最后一场比赛打的也是磕磕绊绊 但是我们在最后还是拼出来了 这是近几年来 在青年队亚洲青年队比赛中 我看过的最精彩的决赛 双方的队员都发挥了完美的排球技术 而且在作风上 在场面上都非常精彩 本次夺冠是中国队时隔八年重夺冠军 展现出女排年轻一代的实力 赛后评出最佳阵容 中国队队长王英迪获得本届赛事MVP 最佳主攻由中国队李承轩和泰国队巴里沙拉西塔勒德获得 最佳副攻为中国队的陈厚宇和韩国队李志允 中国队孙婉云获得最佳自由人的称号 随着本届赛事的结束 2025年U21女排试剑赛的亚洲区球队资格已确定 除中国队是去年U21试剑赛冠军 已获得下届试剑赛资格之外 本次比赛排名靠前的日本 韩国 泰国 越南队也获得入场券